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减税降会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 在减税方面 今年除了实施年初已经明确的对小微企业实施普费性的税收减免 以及前面落实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外 还将进一步深化政治税改革 深化政治税改革是今年减税降费的核心内容 一方面 我们将注重突出普费性 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百分之十六的税率降到百分之十三 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百分之十的税率降到百分之九 确保主要行业税务明显降低 除了中小微企业我们在减税降费这些措施以外 第二项就是推动解决融资难的问题 一个我们安排了一百亿的资金来用于创业贷款的贴息 另外就是我们提高贷款的额度的限制 个人的创业贷款过去是十万 现在提到十五万 小微企业的创业贷款过去是两百万 现在提到三百万 都予以贴息 另外就是还有一系列的降低贷款的申报的条件 放宽担保和贴息的要求 还有就是引导金融机构 尽可能地往小微企业的贷款 创业贷款这方面去积极地投入信贷 再有一点大家已经知道的 国家已经专门成立了融资担保基金 我们通过对省里面的融资机构进行再担保 来给小微企业提供 就是他们贷款难的一个支撑平台 两会的召开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曾经先后七次到访中国的欧盟智库成员 中国与欧洲国际关系专家 佐格普洛斯博士表示 他切实感受到了中国在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方面 取得的突出成就 佐格普洛斯博士表示 中国推出了多项诸如减税降费等新的举措 这些举措也将继续推动经济发展 并汇集广大民众 作为非洲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媒体 南非独立传媒集团执行主席 伊克伯·瑟维博士表示 南非独立传媒集团非常关注中国两会 他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表示赞赏 曾经在波兰国家通讯社做驻华记者的 拉法乌托曼斯基表示 近年来波兰媒体对于中国两会的 关注度明显上升 他说本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李克强总理强调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中国近年来的技术创新能力 备受世界瞩目 因此也是波兰媒体关注的重点 同时呢 今年的两会报道 我们继续推出大使看两会特别板块 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 秘鲁驻华大使克萨达的两会感受 今年是克萨达就任秘鲁驻华大使以来 首次旁听两会 克萨达认为 两会的成果将在很大程度上 消除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诸多不确定性 如果您的意识到最后一会发展的 是中国经济达计创新的经济达 特别是因为你所提及的 战争战争 和现实现的状态 我们现在发展的状态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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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所以我们会非常注重 这两个双方的结果 克萨达介绍 2019年是币中双方签署自贸协定10周年 自协定签署以来 两国贸易额以每年10%的速度大幅增长 中国更是连续5年成为币鲁第一大贸易伙伴 和主要投资来源国 他期待双方还能够在更多领域展开深入的合作 两会期间 克萨达大使还频繁走访中国各大教育和文化机构 在北京大学的外国语学院 克萨达告诉记者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同时也是华人移民秘鲁170周年 他希望可以在这个特别的年份 同北京大学签署新的交流协议 进一步加强壁中两国的人文交流 当地时间3月6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就是经合组 在法国巴黎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 将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下调至3.3% 6号当天 经合组织公布了最新一次的经济展望报告 在报告中再度下调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 由去年11月的3.5%下调至3.3% 同时2020年经济增长预测被下调至3.4% 报告预计2019年和2020年 20国集团经济将分别增长3.5%和3.7% 美国经济将分别增长2.6%和2.2% 欧元区经济将分别增长1%和1.2% 经合组织将经济增长预期的放缓 归因于全球贸易环境的紧张 欧洲经济的疲软以及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并指出这种放缓趋势将遍及全部G20经济体 特别是欧洲国家呼吁其采取措施 刺激经济增长 另外 报告预测 英国经济将受到脱欧进程的较大影响 2019年英国经济增速将只有0.8% 经合组织警告说 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 英国经济将有可能陷入衰退 报告还强调 进一步的贸易限制和政策不确定性 可能将对全球增长带来额外的不利影响 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劳伦斯·布恩表示 全球经济面临严重阻力 任何主要地区的经济急剧放缓 都可能使全球的经济活动脱轨 特别是当经济放缓 蔓延到金融市场 他呼吁各国政府应加强多边对话 以限制风险并协调政策行动 再来关注英国脱欧 当前的英国与欧盟的谈判进展不乐观 双方仍未达成共识 找到解决僵局的方法 当地时间6号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表示 如果英国无协议脱离欧盟 英国政府将对进口的欧盟商品征收关税 利亚姆·福克斯说 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 英国政府会开始对进口的欧盟商品 施加他们认为正确的关税 福克斯还表示 英国政府有多种方法 减轻关税对一些脆弱行业的冲击 目前英国对欧盟进口商品 实施零关税政策 如果英国在没有与欧盟达成 正式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欧盟 则意味着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 将依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 这将增加双方的关税水平 6号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接受英国议会质询时 再次呼吁议员在投票中 支持他的脱欧协议 并称这份协议可以保护 英国的就业和经济 由于担忧英国脱欧 加重边检负担 并加剧交通拥堵 当地时间5号 法国海关工作人员 在北部港口城市加莱 进行了增加边境检查的模拟演练 数百辆卡车排起了长队 等待通过边境检查 而不是像往常一样 自由通过海关 法国预算部长此前表示 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 法国将需要增加大约700名海关工作人员 7号英国伦敦三处交通枢纽出现 装有爆炸装置的可疑包裹之后 英国警方6号称 格拉斯哥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校园里 也发现了可疑包裹 警方还接到了苏格兰皇家银行总部报告 称发现可疑包裹 但后来证实是虚惊一场 当地时间6号上午10点45分左右 位于苏格兰地区的格拉斯哥大学的 邮件收发室发现可疑包裹 格拉斯哥警方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拉起了警戒线 对校园内的失声进行了紧急疏散 英国媒体称 警方认为新出现的爆炸装置 与5号在伦敦三处交通枢纽发现的 爆炸装置有联系 包裹内的物品或爆炸装置的 安装方式可能相似 格拉斯哥大学校方说 包裹被发现时没有人打开 也没有造成人员伤害 但作为预防措施 校方疏散了部分人员 当天部分课程取消 数百名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受到影响 就在格拉斯哥大学发现 可疑包裹的一小时后 埃塞克斯大学的一名学生 在校园里也发现了可疑包裹 并立刻报警 警方立刻赶到并拉起了警戒线 同时紧急疏散在校学生 好在埃塞克斯警方最后确认 可疑包裹并不会对公众造成威胁 下午4点左右警戒线撤回 虽然几起事件都未造成人员伤亡 但紧张气氛已开始弥漫 近24小时内 警方已接到多起怀疑 收到炸弹包裹的警情 其中6号上午 位于爱丁堡苏格兰 皇家银行的员工们 突然跑出了大楼 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可疑包裹 好在虚惊一场 事后警方调查后证明 银行内的可疑包裹事件为误报 此前一天 英国警方在伦敦三个交通枢纽 华铁卢火车站 西斯罗机场办公楼 以及伦敦城市机场附近 发现了三个可疑包裹 包裹为A4纸大小 由防压泡沫包装 并盖有爱尔兰油戳 其中送往华铁卢火车站 和伦敦城市机场附近的包裹 未被打开 送往西斯罗机场办公楼的包裹 被打开后部分燃烧了起来 为安全起见 警方随后将这栋大楼的人群疏散 西斯罗机场的航班起降 没有受到影响 经英国警方初步调查发现 包裹内的装置并不复杂 但十分容易被引燃 警方认为这三起事件有关联 目前英国将安全威胁 设为严重级别 情报分析显示 恐袭发生的可能性很大 去年3月 美国优步科技公司的一辆 自动驾驶汽车 在亚利桑那州坦配的路上 撞上一名行人并导致其死亡 这起事故是全球首例 无人驾驶汽车 制人死亡的事故 因此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当那时间3月5号 美国检方认定 该事故由司机疏忽导致 优步对此不担负任何刑事责任 美国亚利桑那州亚瓦派县检察官 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 针对优步的刑事责任没有依据 但对于车内备用司机瓦斯奎兹 事发时的行为 警方应该做进一步调查 信中还表示 检方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 碰撞视频可能无法准确描述 当晚发生的事故 需要专家仔细分析 在当晚的车速照明条件 以及其他相关因素下 坐在车内驾驶座的驾驶员 会看到什么 应该看到什么 以及何时看到 但优步发言人 拒绝就这封信置评 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 和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仍在对这起事故进行调查 据悉事故发生时 优步骑车处于自动驾驶模式 但与其他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一样 当自动驾驶系统出现故障 或出现棘手驾驶情况时 优步要求车内的备用司机 进行人工干预 警方报告称 瓦斯奎兹当时不断低头 并没有注意路况 就在汽车撞上行人的半秒钟之前 他还抬头看了一眼 当时该行人正在过马路 据警方从视频网站 获得的记录信息显示 瓦斯奎兹在事故当晚 看了大约42分钟的 美国选秀节目《美国之声》 在当晚9点59分结束 这和事故大约发生的时间一致 目前瓦斯奎兹没有就此发表任何评论 这次撞车事故 涉及到一辆沃尔沃XC90运动型多用图车 优步正用它测试自动驾驶技术 在这起撞车事故发生后 优步暂停了 其在匹兹堡公共道路上的 有限自动驾驶汽车测试 在事故发生9个月以后 优步于去年12月恢复了该项目 优步还表示 去年公司对自动驾驶软件进行了改进 继续关注一下美国南部多州的龙卷风灾情 截至当地时间5号 龙卷风造成23人丧生 身份已经全部确认 失踪人员也已经全部找到 而目前的救援重点将会向灾后恢复转移 有志愿者赶赴灾区提供支援 这次龙卷风带来的灾难 主要集中在亚拉巴马州 亚拉巴马州相关部门官员称 遇难的23人年龄从6岁到90多岁不等 其中包括4名儿童 还有7人是来自同一个家庭 在6号早上的新闻发布会上 亚拉巴马州里县警察长杰伊琼斯表示 至少有116所房屋在龙卷风中受损 宫殿受到影响 在这次龙卷风侵袭的重灾区 亚拉巴马州伯勒加德镇 很多房屋被撕成碎片 夏德维克在伯勒加德镇生活了40多年 龙卷风到来时他住在房车里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 他仍然非常害怕 当地时间6号一早 数十名志愿者开着装满衣物 食品等生活所需品的汽车 来到伯勒加德镇 为受灾民众的灾后生活恢复提供帮助 财经事件与他们相关 今天您需要认识到的面孔有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获准保释 保释期间仅能在首尔市内移除私宅活动 而日产前董事长戈恩霍保释 乔装离开拘留所否认犯罪指控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6号批准了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提出的保释申请 李明博在被拘禁近一年之后 获准保释回家 根据保释条件 保释期间 李明博仅能在首尔市内遗传后 存在湮灭证据的可能性 因此批准了被告人的保释申请 2018年4月 韩国检方以受贿等16项罪名起诉李明博 同年10月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李明博涉嫌贪污受贿一案 进行一审宣判 判处李明博15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130亿韩元 李明博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36号已经被拘留超过100天的 雷诺日产三菱汽车联盟前掌门人 卡罗斯·戈恩 在日本获保释 以普通工人装束走出拘留所 乘坐一辆不起眼的小型客车离开 我们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当地时间6号下午大约4点30分 戈恩走出日本东京一处拘留所 他穿一套深蓝色衣裤 看似工作服相有黄色反光带 戴蓝色帽子 白口罩 眼镜 身边围着六七名警察 随后 戈恩登上一辆 银灰色灵木牌小型客车离开 据日本媒体报道 戈恩的行头和锁乘车辆 由他的辩护律师准备 客车开到戈恩辩护律师的事务所 戈恩换上西服 停留片刻后乘车离开 戈恩于6号早些时候 缴纳了高达10亿日元 约合6000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 同时 以防戈恩出逃或毁灭证据 保释条件严苛 共同社报道说 主要条件包括 戈恩必须住在东京 住所入口必须安装监控摄像头 定期向法院提交监视视频 将护照交由辩护律师保管 不得出国 禁止收发电子邮件和用手机上互联网 只能在工作日 在律师事务所使用 没有接入互联网的电脑 不得接触与他涉案案情有关联的人 包括日产高级管理人员 参加日产董事会会议 需要获得法院批准 此前一天 戈恩发表声明 再度否认所受犯罪指控 声称 我清白受到无理和不实指控 将在一场公正的审理中 坚决为自己积极辩护 日本检方先前曾说 如果戈恩全部罪名成立 将面临最长15年监禁 从去年11月被捕到保释 戈恩遭拘押108天 其间日产和日本三菱汽车公司 先后解除他的董事长职务 今年1月 戈恩辞去法国雷诺公司董事长 和首席执行官职务 6号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 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戈恩获保释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将使他能够自由冷静地 为自己辩护 法国政府是雷诺最大股东 持有15%的股份 戈恩去年2月遭法方 要求准备应急预案 以防止雷诺日产联盟解体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样的财富新角度 先看美联储发布贺皮书 称政府停摆家具 美国经济不确定性 解除睡眠警无咒 日本人气头部按摩店 开到美国 北京时间的7号凌晨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发布了衡量美国近期 经济水平的贺皮书 而外界的基本达成一致 在今年3月 美联储不会加息 所以在这一份贺皮书当中 美联储对于经济的评估 特别是劳动力薪资的变化 是市场着重关注的方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CNBC财经评论人陈倩 在新加坡做出的梳理和分析 因为在今年年初 一系列的不确定因素 包括美国政府的停摆等等 是影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 而外界市场也在衡量 今年美国会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概率 会有多高 那么从整体上来看 美国经济活动 在1月的后期和2月份 是呈现持续的扩大 那么在12个地方联储地区当中 有10个地区的报告 是呈现略微温和的增长 然而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 政府关门的因素 有大约一半的地区联储 是注意到了当地一些行业 包括零售 汽车销售 旅游 房地产 餐馆 以及制造业等等在内的行业的经济活动上的放缓 同时在风险方面 一些地区是出现冬季的严寒极端天气 导致消费支出上的疲软 这在零售和汽车销售上 能够观察到显著的趋势 同时随着联储在去年的激进加息步伐 使得不少地区的信用成本 也呈现快速的上升 也让零售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打击 那么在制造业方面 从业者们也对今年全球需求放缓的展望感到忧虑 同时美国与多国的贸易摩擦影响 也已经在经济中有所体现 导致一些地区中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受到上行压力 而市场也密切地关注各国的贸易关税前景 但对于全球贸易风险 仍然是感到一定程度上的担心 此外我们看到在房地产上 由于利率增高等因素 使得房地产市场是持续维持着低迷的态势 同时就业市场也是各界关注的重点 那么贺皮书的报告就显示 大多数地方的联储称 就业人口温和的增长 而在所有劳动技能层面 劳动力市场依然是保持紧俏 薪资有所增长 其中在数个产业当中 包括了信息技术 制造业 货运 餐馆和建筑行业有关的职位 是出现显著的工人短缺 而这样的劳动力短缺是推高了薪资 也的确限制了一些地区的就业增长 那此外在通胀方面 我们看到物价是继续呈现着小幅度的上涨 那这份贺皮书让外界更加的坚信 联储在近期都不会继续的加息 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说 如果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持续呈现紧张 使得工资的上涨超过预期 那么不排除联储在今年之内 仍然会加息一次的可能性 那么在市场反应方面 贺皮书在隔夜发布之后 我们看到美元指数的小幅度上涨 国债收益率下跌 而美股也是呈现下跌 我们也会为您持续关注 在5号12米长的无人驾驶电动巴士 在新加坡完成初步测试 如果测试顺利 将在公路上进行进一步测试 这辆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和瑞典沃尔沃公司联合研发的 沃尔沃7900型电动巴士 是全球首辆无人驾驶大型电动巴士 长于12米 配备有36个座位 可容纳约80人 这辆巴士的自动驾驶等级为4级 即可以实现无人在车上驾驶 但仍然受人工操作系统的控制 研究人员介绍 单层的沃尔沃7900电动巴士 配备了全球定位系统天线 用于测光和测距的激光雷达传感器 和立体视觉摄像机 可以记录周围的三维景象 利用车上的人工智能系统 可以让巴士的定位精确至1厘米 在充满电的情况下 可以一路行驶25公里 时速可达每小时50公里 而在300千瓦快速充电系统的帮助下 为车辆充满电也仅需6分钟 研究人员说 这辆无人驾驶电动巴士 已经完成初步测试 如果一切顺利 将会到公路上展开进一步测试 而第二辆无人驾驶电动巴士 将于今年4月 在新加坡公共交通服务提供商管理的 巴士站接受测试 测试其自动驶入洗车弯 和安全停靠在充电区的能力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剂 在很多国家都颇具影响力 在日本有一家头部按摩连锁店 它的名字就是从中获得灵感 叫做悟空的心情 而这个连锁店在日本可是火得不得了 据说光是预约等待的顾客 就多达43万人 如今悟空的心情将分店开到了美国纽约 引得好奇的人们争相来亲身体验 昏暗的灯光 空灵的音乐 走进这家头部按摩店 就仿佛置身梦境一般 在这里顾客可以享受多项头部按摩服务 最受欢迎的一项价格为150美元 约合人民币106元 顾客可以在这里享受一个小时的放松时光 来自日本的信息工程师金村泰斯 经常要在日本和美国之间飞来飞去 倒时差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但是他的睡眠也因此出了问题 悟空的心情头部按摩店的负责人 金田纯美介绍说 10年前他在日本京都开了第一家店 10年的时间里 日本的分店总数已经扩大到4家 但是为了开纽约这家店 他却足足筹划了3年半的时间 由于美国的客户群体 与日本的有所不同 他们还特意开发了一整套全新的按摩手法 他们的宗旨就是 要让更多的人体验 孙悟空摘掉紧箍时的那种轻松 悟空的心情头部按摩 我可以自然而泡沉着的痛恨 我可以把悟空的痛恨 是因为悟空的痛恨 我认为悟空的気持 就是悟空的感觉 所以我会把悟空的感觉 就叫悟空的感觉 很舒服的 很舒服的 很多不同的治疗 我之前有很多新的治疗 但是我特意的 我部门和肩膀的感觉 我非常好 你睡了吗 是的 我确实是 目前 这家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分店 还处于适应业阶段 今年5月1号将正式开业 想象一下 如果您在森林中迷路 该怎么自我求生 您掌握了多少求生技巧了 近日美国两名只有几岁大的小女孩 从加州一片森林获救 获救前 她们被困森林长达44个小时 这是两名女孩获救后 与家人团聚时的情景 两个小女孩姐姐8岁大 妹妹只有5岁 当时她俩在妈妈不同意的情况下 偷偷走进森林里散步 结果迷路了 开始溶化 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找桌子很快 您感觉如何? 但是当时森林里很冷还下着雨 姐姐莱雅开始给妹妹做心理建设工作 幸好两姐妹之前学过一些野外求生技能 饿了吃身上带的燕麦棒 渴了就喝叶子上的雨水 还知道怎么生活 在接到求助信息后 大约200名志愿者到森林里搜寻女孩的下落 最终在一棵树下找到了她们 她俩正抱成一团取暖 得救后 姐妹俩被立刻送往医院接受检查 确认病无大碍后 两姐妹目前已经回家了 救援者说 这是发生在森林中的奇迹 就在上个月末一架无人机 在尼亚加拉瀑布上空 记录了惊险的一幕 当时无人机正在拍摄这里的警测 不料一架直升机突然出现 从下方与它擦肩而过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当时直升机的飞行轨道 几乎与无人机的轨道重合 所幸最终直升机安全飞离 没有造成相撞事故 而目前还不清楚无人机当时的飞行高度 是否超过了相关规定的限制 近日一项另类的冬季泳装滑冰赛 在俄罗斯贝加尔国举行 在零下30度的冰面上 数十名参赛者全部着泳装 或单薄短袖上阵 在冰天雪地中滑行 除了泳装滑冰赛之外 还有冰暴竞速等自行车项目 最长赛程达到205公里 而冰上马拉松 则更是因为极寒的恶劣天气 被称为是全世界最艰难的马拉松之一 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一种 失去手臂的残疾刃也可以演奏的乐器 又被称为是一支乐器 一共包括吉他 长号 打击乐器三种 据日媒的报道 这种一支乐器的零件 均由3D打印制作而成 其中安装有电子线路 只要触碰乐器上的琴弦 就可以通过设定好的软件发出声音 而为了减轻使用者的负担 一支乐器的重量只有大约800克 安装也十分的便捷 初步定价为8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48000元 三日前的美国新奥尔良迎来了 当地的传统节日狂欢节 花车游行 古装打扮 欢乐大军让整个城市沸腾了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的传统节目的最后一iva 的传统节目的最后一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